哈囉,大家好,我是狂人 狂人今天來到台服92區 主角一樣是之前介紹過的劍神 他的阿修羅血量已經到達900萬 堪稱台服第一血量阿修羅 今天在怪人組 他能有什麼精彩的表現呢? 本片也馬上要開始了 比賽對上旋律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雙方的戰力 還是有點落差 劍神先是豪傑拳 直接單隻沒有掛上格洛迪巴斯 1170萬的傷害鳳凰男 直接收尾結束 馬上登場第二個主角 劍神對上香港人 這個普洛斯直接踹在甲蟲上面 500萬血條少了一半 很可惜,哎呀,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哇 還沒有結束阿 哇呀,帥氣阿 好,下一場比賽 究竟對上誰呢? 這一次對上黑騎士 黑騎士帶著一個深海王放在後排 還有一個豪傑以及夢凰男 好,劍神還是外亞1300萬 接下來,波羅斯 這一次這個甲蟲的命運 似乎有點不同 但一樣開了步驅 守住了,倒了 很快的比賽到了第二回合 豪傑拳一個伺候 馬上阿修羅打在深海王的頭上 接下來這一角 好,鳳凰男也倒了 登場比賽 結束 下一個登場的主角 由於名字有點不雅 狂人就不念出來了 好,我們看到劍神還是豪傑拳 百萬普羅斯的白鎮 擺在鳳凰男的對面 好,接下來 劍神 是不是要準備 守衛了呢? 先是一個鳳凰男攻擊 阿修羅一技普攻 一百八十七萬的傷害 來了 歡迎今天的主角 劍神 實在是太帥氣了 本場為冠亞軍之賽 劍神將會有什麼表現呢? 這一隻阿修羅能夠承擔對手 烽火連天的普羅斯馬馬上就到了 承擔 住了 阿修羅這一隻角色還真是玩用 從新手時期一路到現在 大家很多人都還在怪人組把他擺上來 擺上來的原因是什麼呢? 除了帥氣之外 當然他擁有很強的一個血量 好,我們看到這個鳳凰男 馬上一個反擊五百萬的傷害 難道比賽又要收尾了嗎? 當然 烽火連天 也不是省油的燈 來了 烽火連天 烽勢豪傑拳 哇,傷害還是沒有能夠發揮出來水準 馬上健身這一季 三隻四百七十萬的傷害 六隻簡直是千萬的傷害啊 好,破羅斯 看來奔場比賽 勝負又悄悄的定下來了 在這個最後的結尾 孟凰男出招完之後 阿修羅一擊普攻 大九眼再大一擊普攻 馬上一個追擊 最終 劍神到了第三回合 本期 台服 九十二區 怪人組 冠軍 劍神 分場比賽 劍神 獲勝 馬上進入 下級預告 我們看到香港代表 小剛這一戰 直接把鈴鈴給敲倒了 五百萬的傷害 受了一個追擊 盾牌還在 馬上解諾 十五隻 這一次 一千一百五十萬 當然還沒有結束 對手殘兵 也準備做一個反擊 看來 今天殘兵 真的是有備而來 九百萬的傷害 也是打得還不錯 不過這兩下追擊 直接將比賽 帶入 終點 下一個登場的主角 狂人就不再介紹了 一千百萬狂獄 二千人 一千百萬狂獄 二千千萬獄 十五顆 一千銀術 二千千萬獄 二千五顆 三千萬獄 是人類佛 四千萬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